60人站在楼顶万围 似乎在进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帅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探究人性善恶 引发思考连锁反映的日本动漫巴比伦 何为善恶 生孩子是好事吗 那不生语是恶吗 要是有一个认为战争不对的人 和一个喜欢战争的人 他们应该接受彼此的价值观共存吗 善是延续 恶是终结 这是巴比伦给我们的答案 剧情开始 一帮黑衣人直接进入一家治疗公司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了搜查举证 而另一边 本部影片的男主 东京地检特搜部检察官郑其善 则直接进入了这家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将其逮捕 回到特搜部 郑其善便和检查事物官文序 开始对案件的资料物证检查分析了起来 郑其善和特意提醒文序 要着重注意治疗公司违规药病 跟大学受惠相关方面的信息 在分析时 文序偶然发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 书信上残留着混杂着毛发和皮肤的异样血迹 以及覆盖了纸张整整一面的拉丁字F的文字 文序立马翻出资料 发现里面的资料时 有关催眠药的临床实验 而负责的医生是应翻信 有了这个线索 郑其善和文序便立即去寻找那位医生 但当他们找到那位医生时 却为时已晚 因为医生早已死亡 医生离奇的死亡 让郑其善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郑其善去了多摩东警察局 找到的警部九字 将所知的情报和他分享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分析出一些线索 九字通过鉴定和分析 确定那张书信上的血 确实应翻信本人 同时根据监控查出 在应翻死前 有一男一女频繁拜访他 女人身份不明 但男人已经查明 安娜智叔 他是大政治家 野玩龙一郎的秘书 郑其善立马将情报 汇报给了他的上司 特搜部部长 守勇太孝 守勇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在新域预长选举时间里 参选郑氏家的秘书 出现这种丑闻 势必会对他的选举 造成不利影响 他们实在没必要冒这种风险 于是让郑其善继续调查 但同时他提醒郑其善 务必谨慎小心 因为这已经不是 简单的犯罪调查 一旦涉及政治 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郑其善将情况告知给文旭 文旭认为 英番的死和新域预长的选举 必定有着什么联系 傍晚 郑其善和文旭 在龙一郎的事务所蹲跌 紧接着目标出现 龙一郎的秘书安娜开车 从事务所出来 文旭紧跟上去 行驶一段时间后 安娜在路边 一女子旁停下了车 随即女子就上了安娜的车 文旭和郑其善 在车里观察着这一件 安娜将那名女子 带到六本墓的一间屋子里 没过多久 那名女子便和一名大叔一起出来 郑其善立马认出了那个大叔 竟然是东京建筑委联盟会长 地道尽造 情况越来越复杂 郑其善立即决定和文旭 兵分两路 分别跟踪安娜和地道 文旭一直跟踪地道 到了一家酒店 并向郑其善报告了情况 他想进入酒店救出女子 并阻止这场肮脏的交易 但被郑其善给制止了 因为如果文旭贸然闯悟 不但不可能抓住他们的把柄 还会打草惊蛇 而另一边 郑其善跟着安娜 回到了龙翼的事务所 文旭则在女子从酒店出来后 继续跟踪 确认了女子的住所 并告知郑其善 然而没过多久 郑其善就收到了文旭的辞职短信 看完后 郑其善感觉到不对劲 立马打电话给文旭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郑其善立马根据文旭的手机定位 来到了文旭的宿舍 文旭始终没有接通电话 郑其善并决定进去 看看文旭是否安全 然而当郑其善走入房间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 就在前几个小时 还活蹦乱跳的文旭 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参加完文旭的葬礼后 郑其善向首永汇报情况 他认为文旭一定是被谋杀 并且文旭的死 一定和英番的死有关系 首永认同了他的看法 并叮嘱郑其善 要更加谨慎小心 一定要找出背后的真凶 警察厅这边 郑其善和九字 研究着文旭死亡的原因 在分析细节时 就一次发现 文旭跟踪的那个女孩 住所公民的签运人 竟然是龙一郎 在预长选举中的竞争对手 摘开画后援会中的人 也就是说 住在摘开画阵营中的女人 竟然被龙一郎的秘书安娜 带出去了 由此看来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拉票活动 通过幸福无拉票 眼见离奇的死亡案件 以及候选人之间的暗中联系 都十分怪异 既然安娜向权贵敬谢女人 那么就绝对不止一个女人在她手上 郑奇善决定 从女人身上入手调查 郑奇善 在新人新闻社记者的大学好友 半田有其的情报调查帮助下 发现权一连和东京老连 两个支持不同的政党的 竟在这个时候一起打高尔夫 可谓十分诡异 于是郑奇善便和半田 一起去到他们住的旅馆进行蹲守 而巧合的是 有次跟着安娜来到了这间旅馆 郑奇善和半田继续跟踪蹲守 确定了安娜带着女人和打高尔夫 那些人的接点 而有一次这边 发现安娜一个人开车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 他们和那个女人相亲退房离开了旅馆 郑奇善立马跟上那个女人 并将她带回了特搜部进行审问 特搜部里 郑奇善对这个名叫 平松会见子的女人 进行了详细的审问 但在审问期间 平松一直避重究竟 多次回答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审问进程停滞不间 郑奇善向使用汇报情况 并希望能够获得 平松承认参与竞选拉票工作的证言 提交给预先会议 只有这样才能动特搜部的最大战力 石友认同了郑奇善的想法 并要求他一定要拿到女人的证词 又是一天的审问 终于 平松同意了在证书上签字 然而作为交换的条件 平松想要知道郑奇善的一些事情 然后平松就对郑奇善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抛出了几个令人忍俊不惊的 传统善恶的矛盾之处 轻而易举的 就将郑奇善的三观搅都粉碎 而后当郑奇善处理好笔录 回到审讯室时 却发现平松早已不见 终于 预前会议开始了 正当郑奇善要开始汇报相关情况时 却发现了 龙一郎竟然走进了会议室 郑奇善顿时目瞪狗呆 惊奇一身冷汗 办公室内 龙一郎看了郑奇善的调查报告后 向郑奇善说明了心域构想 原来 无论是全国一连的英藩一省 还是建筑业联盟 东京老连 他们不仅是选举的票点 也是心域开发的践行者 为了在作为实验场的心域实施革命 他们需要选举一个 极富感染力的领导人 而拆开化 作为最年轻的候选人 在备受五名候选人 操控选举的票点和选举结果下 拆开化自然就成为了 心域预长的最佳人选 郑奇善听后十分愤怒 他认为 文旭的死 一定与所谓的心域构想有关 而在蛇勇的分析解释后 郑奇善得知 文旭和英藩的死 与他们无关 对于英藩和文旭的死 他们也十分震惊 他们希望 郑奇善能够继续搜查下去 而郑奇善无法接受他们 放任组织犯罪而不顾 拒绝了他们 夜晚 郑奇善回想起 为正义而战的文旭 和文旭相处的点滴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下 他决定继续搜查 文旭和英藩的案件 回到特搜部 郑奇善收到了文旭 生前的移动诡计读 还收到了九字 发来的英藩去世前一天 牵控镜头拍摄到的 女人的照片 并决定将调查重点 放到了这个女人身上 郑奇善拿着那些 女人的照片来找守勇 守勇告诉郑奇善 摘开话已经失联许久 至今下落不明 并希望郑奇善 能够调查摘开话失联的事情 而郑奇善拒绝了 守勇的请求 他表示他只负责 调查文旭的事件 并拿出了那些 被用于拉票的女人的照片 表示他们可能与 英藩和文旭的死有关 希望能够统一录 他们的口供 守勇看到了 郑奇善带来的照片 竟表示和郑奇善厉害一致 因为照片中的女人 和摘开话一起消失了 并且照片中的女人 和之前郑奇善 录续口供的女人 竟然是同一个人 郑奇善简直难以置信 原来这个女人 是摘开话带来的人 她通过利用她魅惑男人 而这个女人叫做娶世爱 咖啡厅内 郑奇善找到九字和半天 告诉了他们 摘开话失踪的消息 半天和九字 分别调查了 摘开话和娶世爱 但都一无所获 但九字发现 文旭和英藩 都是在和娶世爱 接触过后 选择自无了断 于是他便询问郑奇善 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 郑奇善当然不会 但这提醒了郑奇善 在审问娶世爱时 还有一位助理警察员 奥田 郑奇善立马打电话 给特搜部 却发现 此事已经无法联系到奥田 就在这时 电视中突然插放紧急播报 在新域政府大楼上空 大约有60人 站在楼顶外围 难道他们都想不开了吗 郑奇善在电视播报特写上 看到了奥田的声音 他们立即赶往新域政府大楼 在路上 郑奇善收到了 英翻电脑被破解的消息 原来文件里面 是新要的开发数据 可事实上 这根本不是要 人如果喝下了之后 就永远无法醒来 突然 车上出现了新播报 在政府大楼的大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失踪许久的 拆开化的声音 并宣布新域即将颁布 或实施第一步预法 来保证人们 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 与此同时 在新域政府大楼上的人们 也用行动 祭奠了这步预法的诞生 在拆开化公布预法之后 日本全国选择自我了断的人数 成为了平时的四倍 拆开化已经不受龙鱼狼的控制了 他们必须把拆开化抓回来 于是郑奇善 守勇和法务事务所赐管 赖黑加文 一起商量如果寻找拆开化 并证明其违法 但在日本现行的法律中 无法为其定罪 只要找到邮件或者书信就能立案 但寻找证据 则需要更多的专门搜查员 来搜集证据 于是特搜部并派来了一位 法律知识丰富的检查事务官 赖黑洋麻来帮助郑奇善 办公室内 赖黑洋麻正在收集法律条文 突然电视台收掉了一条速报 拆开化作为新域预长 发表了新的审明 他宣布将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 确定民意 举行新域议员的议会选举 来决定预罚是否实行 而这次选举制度 却有很大的问题 选举没有居住时间限制 只要居住在新域内 就拥有选举权 选举没有年龄限制 婴儿也能投票 并且拥有投票权就能做候选人 如此一来 岂不是婴儿也能做候选人 而且所有候选人 都要表明对预罚的立场 如此可见 拆开化的目的 就是要拥有自己的候选人 郑吉善来到了警示厅 警示厅派来了搜查 一个的管理员尹伟 协助郑吉善成立特别搜查班 郑吉善立马和他交换了情报 尹伟在了解情况后 并迅速开始组织搜查班 夜晚 郑吉善和家文龙一郎一起吃饭 龙一郎宣布 他即将参加新域议员的选举 他要通过选举打败摘开化 重新夺回新域指挥权 警示厅内为了寻找摘开化 并去明确他的具体罪状 特别搜查班 分为了搜寻班和罪状班 同时郑吉善和特立派出了 专门从事性犯罪调查的人员 调查徐世爱 经过一番调查 还是未能发现执开化的声音 但在调查过程中 他们发现 有八成以上的死者 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住址 都在以听设为中心的 半径20公里范围内 能在新域境内 找到64名 想要咨询短见的人 毫无疑问 他们是受到了教唆 会议结束后 郑吉善收到了调查人员 调查到的取世爱的消息 发现取世爱在初中时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取世爱和同学 好像发生了问题 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一直需要去医院治疗 有了这个线索 郑吉善便从医院着手调查 夜晚 郑吉善回到办公室 用电脑打开了来路不明的资料 电脑上显示的 竟然是取世爱的资料 究竟取世爱和同学之间 发生了什么 他为何需要去医院治疗 至于和他接触过的人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以上为巴比伦上半部的结束 如果你觉得阿帅结束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动手指 点赞订阅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